字幕提供 M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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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大家好 我是SKY 想來想去哦 還先決定來出個杜克三網的球員觀察了好不好 然後這一篇呢應該會找RJB一個人 剩下Zion-Wallinson和Cameron-Radish 會放到下一部影片來談哦 因為這部影片的前半段 我打算先來聊聊杜克是怎麼使用這三名球員的 這樣之後個別講的時候 會比較好理解啦 而關於選秀的東西呢 如果想要參考更多的話 可以去催根一下微笑牛牛大的文章 好的 那麼以下廢話不多說啦 直接進入正題吧 是的 要了解這三名球員 我想首先你要知道K教練和杜克 是怎麼培訓他們的one and down球員 杜克一向都被認知為擅長包裝新秀的球隊 而這是為什麼呢 正是因為K教練善於隱藏球員的劣勢 讓他們投入選秀前都能繳出很不錯的數據 但擅長包裝 這代表杜克擅長培養球員嗎 並沒有 像2015年的Justice Winslow 和Jaleo Okafor搭檔 這算是一個蠻典型的例子 K教練隱藏了Winslow的運球技術和終結技術 也隱藏了Okafor緩慢的反應速度 讓大家只看到Winslow優秀的傳球示威和體能 也看到Okafor穩定無比的單打技術 讓這兩人最終都以高順位中選 但遲至今日 他們都還在NBA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定位 而今年的杜克三王 雖然說球員本身的缺陷並不大啦 但K教練為了方便球隊運轉 並沒有給予他們練功和修正自身缺陷的空間 而是用體系來發揚他們的優勢 讓大家看到數據平穩輸出以為他們打得好砰砰 但實際看比賽內容就知道根本不平穩 甚至可說是暗潮洶湧啊 是的 RJ Barrett Zion Wellington Cameron Radish Trey Jones 四名五星高中生 杜克使用他們的方法 雖然會因應對手的防守佈陣 而概略有差啦 但主體來說 杜克這集的半場陣地戰其實並不複雜 甚至可以說是簡單暴力啊 幾乎都是讓Jones Radish作為控球點代過半場後 讓Barrett出來接球和Zion或中鋒Boden打擋拆 或者是Barrett在外圍接球後 Zion有走到高地位之間刺激接球進攻喔 減岩之雷 就是靠這兩名內外主力的個人能力 來吸引跟瓦解防守 而Jones和Radish把球送出去之後 就是各自埋伏在弱邊準備接印這樣 但是 隨著賽季進行 多數球隊都拿出了區域聯防 來封鎖Barrett和Zion的切入 於是近期可以看到有位Radish 設置簡單的off screen 來為運球不穩定的他 解放出直接賣高噴三分的空間喔 或是Barrett和Zion直接在高地位要求單打 來突破區域聯防 水平和最後啦 5分鐘 封鎖Barrett和Zion 1 1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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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說...呃...對 依然非常的簡單暴力 這一季杜克的體系幾乎完全是仰仗Barrett和Zion的個人力量 利用兩人超規格外的體能 讓他們卻和對手直接硬碰硬 雖然導致了大量低效率出手和莫名失誤 可是NCAA球員的體能條件根本擋不住這兩人 等於是不管打得再問號 球被搞進籃框的機會還是大於失誤和投丟的機會 於是在實際比賽內容混亂之餘 數據卻非常非常的精美啊 不過這倒不能完全怪杜克教練團 而是因為去年Greython Allen跟Trayvon Duvall雙雙離隊後 這幾一年幾傷的學長中完全沒有能夠自行持球的人物 也缺乏穩定的接應射手 才被迫使的Barrett和Zion必須完全靠自己 但也因此我們就能夠非常清楚的看見在半場進攻中 當他們各自嘗試運轉體系時會有哪些優缺點 但如果當天外線熄火 半場完全變成一灘死水的時候 那杜克今年還有一招大絕 就是運用三王超OP的體能優勢來做壓迫防守喔 三王各自單人都能同時做出兼具身高臂展速度的超高壓迫 一人壓迫上去後另一人馬上高速上來夾擊 在此同時最後一人就會埋伏在球線等待超級 然後一把球截掉之後三人同時往對面衝啊 媽的如果你是防守者 左中右各個體能夠朝你飛過來 你要守誰啊你跟我講 所以幾乎啦是怎麼壓迫怎麼得手喔 就算大幅落後也只要靠全場壓迫 往往就可以硬鬆對手的失誤 轉換成快攻把勝利給硬拿回來啊 就像前陣子剩10分鐘落後23分 結果逆轉路易維爾那樣 因此總結來說 如果你有實際看今年杜克的比賽 你可能會讚嘆於三王的先天天賦 只是你應該也會看到巨量讓人問號的畫面啦好不好 而這個呢就是我們以下要來聊的東西啦 其中最明顯的是RJ Barrett 場均攪出22.7分7.4籃板4助攻的數據 乍看之下 哇靠這個數據放眼過去幾年幾乎都沒有敵手啊 到底還有什麼好要求的 可是如果你實際看杜克的比賽就知道 Barrett這季打的有多令人頭痛啊 高中時期的Barrett可說是戰功顯赫啊 最知名的就是帶領加拿大在U19冠軍戰 以單場38分的個人表現擊敗美國隊喔 而當時他的最佳形容我想應該是 萬能瑞士刀 那個時候的他 極致的均衡是期待名詞 Barrett的爆發力和速度雖然不像Radish 到達行雲流水的頂尖程度喔 但依舊是上層的強大 吃球是體能對抗性手感兼具 先用第一步爆發力震撼你 再跟坦克一樣東撞西撞的開進去 然後和最後一道防線正面衝撞後 輕鬆靠著撞壽的身體吸收碰撞的力道 硬是在空中保持平衡用銀凳小拋頭把球給幹進去 而且這招幾乎沒有死角啊 所以單人防守對Barrett來說幾乎是完全無效的 而無球時他也能透過空手跑位來撕裂對手的防線 進而解放隊友的空檔 且K神樹外線也在持續進步當中 總之過去的Barrett 就是一個能處理好球賽上各種小細節 一舉一動都能精準戳進對手要害 而且身體素質又非常優秀 戳進對手要害後能夠直接讓人一刀斃命的傢伙 呃但是這一季在賭客呢 這把萬能瑞士刀 卻被K教練當成蔡奇阿爾伯的菜刀在用啊 現在待過半場後Barrett完全不會跑位 就是盎然挺立的站在原地 用發光的雙眼看著拿球的人 把球拿來 然後被這樣一看之後 Jones跟Reddish當然只好 我好啦不要這樣看得很恐怖欸 給你就是了啦 然後拿到球之後Barrett就會開始進入個人硬幹狀態喔 像是這樣 幹大哥 你要不要自己數一下有幾個人在守你啊 4個欸 他的4甲以內都是空檔啊 Kobe在場邊流下了欣慰的淚水啊 且就算只是雙人包夾 也代表杜克那方一定會有球員出現空檔 只是這時Barrett通常都不會看到啦 像這樣 這樣 還有 還有 這樣 巴斯光年表示 空檔 到處都是空檔 嗯 有 有嗎 好啦 當然我們也不能完全以一命來蓋瓜啦 因為Barrett有時切進去發現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他還是有機率傳球的啦 只是從這裡就又能看出他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閱讀防守的能力 因為你可以很簡單的從他的傳球中發現 他被迫要傳球出去時 往往沒辦法判斷誰才是真正有空檔的人 像這一支影片中啦 明明有兩個人在夾他 一個人在協防Zion 所以很明顯吧 底角Jones 跟湖鼎的Radish 都有空檔 但Barrett最後就選擇傳給Zion 還有這支影片中可以和Zion做個比較喔 這裡先給大家看一遍影片 OK 可以看見兩人切入的路徑是一模一樣的 連對手的防守動向都一模一樣啊 但Barrett判斷不出Jones在底角有空檔 撐住一拍之後選擇回傳給Zion 而Zion 則是成功閱讀防守後送出去給底角的Jones 而這裡就出現兩人的差別啦 所以事實上啦 Barrett也不是完全的球霸 且撇開閱讀防守的問題 他還是有一定的傳球視野和分球能力的 只是他能不能最大程度的打開視野 是有個分界的喔 那就是 他進入進攻狀態與否 是的 只要在他還沒啟動切入或是專注看籃框之前 他其實還是看得見弱邊的空檔的 然後也看得見擋拆RAWIN的隊友喔 只是一旦他開始啟動 對 整個球場就會立刻變成他和籃框間的秘密小天地啊 而和高中時那個願意跑過又非常無私的Barrett一比 就不難看出今年杜柯這種球給你玩的練法 帶給了他球傷上多少荼毒啊 甚至可以說這種練法 正好就和生涯初期被養壞的Andrew Wiggins 在灰狼時的練法一樣喔 幸好他在杜柯只會待一年 應該是不至於鬼都拍了料啦好不好 再來最後一個重點是 由於Barrett生涯多是仰賴對抗性在得分 因此他運球創造空間的能力並沒有到很好 甚至你常常可以看見他根本沒有打針要創造空間啊 而是帶球往對手身上撞 然後頂開後直接拋頭啊 因為對於他來說 防守者是拿來撞飛用的 根本不是拿來晃開或擺脫的好嗎 畢竟可以頂一下對方是消失在視線內 那幹嘛一定要做一堆複雜的動作咧 但也依歸這種習性啦 讓Barrett很容易掉入對手的防守陷阱中喔 你可以發現隨著賽季進行 對手越來越長對他設下防守陷阱 讓他覺得可以帶球撞進去 結果一進去就四面八方的把他夾起來啊 偏偏這種時候咧 Barrett又絕對不會傳球 所以就往往能成功迫使他頭一個 讓人問號突破天際的糟糕出手 或是把他的球給夾掉造成失誤喔 所以回歸本質來說呢 RJ Barrett他該有的東西都有 身體條件 得分技術 對抗性 傳球視野 運球 防守 籃板 應有盡有 沒樣有缺的 問題是在杜克這段期間內 杜克利用他的權能來掩蓋他的低效率 讓他養成了很多的壞習慣 所以經過這一年 現在Barrett所缺的應該就只有籃球智商了 總結來說呢 Barrett依舊會是很難撼動的榜眼 甚至有可能到狀元 但選走他的球隊 必須要有謹慎的養成系統 否則他再繼續沈溺於這樣 不用大腦的打法中的話咧 未來他的上限可能會因此縮現很多 但反之 只要球隊有良好的環境 可以喚醒他跟毛利小五郎一樣沉睡已久的大腦 讓他找回無球跑位和團隊的分球 那麼Barrett仍會是類似Grant Hill那樣的全能怪物喔 好的 杜克三王觀察第一篇先把Barrett講完 第二篇應該會直接作解啦 好啦 那就先這樣啦 那我們就下一篇 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下喜歡 或是分享出去 讓更多更多人看到 想看到更多影片的話 也熱烈的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另外呢 你也可以說到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我新的影片囉 除此之外 如果不前期長篇文字與分析的話 也可以到我的FB粉狀來晃晃一同討論籃球 OK 大概就是這樣 我是SKY 期待下支影片播出的時候 能再與你們相見